来我们来观战一把熔老板 国服第一蜘蛛 好好地来看一看 这个蜘蛛呢就 也不能说无脑冲不平吧 因为它毕竟面对的对手 都是这些国服的顶级玩家的 昆虫拥兵魔术加机器 好阵容啊 阵容挺好的 能修 能牵制 然后也有一定的辅助能力 看一下上来的话 如果抓的是魔术师 魔术师上来直接交了一个分身 这根分身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作用啊 它是交分身然后压进步反走 溜了 这边的话过来找昆虫 昆虫直接奔二楼 那开局对于穷者来讲 还是一个 无人能被抓的一个局面 因为机械师已经拉到死角 这边就个娃 娃打了你再来找我机械师 他这边消耗的蛛丝 怎么地 他不是一个追击型蛛丝 他这个蛛丝 只能当赶路型蛛丝 对吧 我只能就是快速赶路过来 赶路过来以后抓谁呢 这个蛛丝后续能不能用 我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蛛丝三连蛛丝51点 前期51点 蛛丝换一个娃 我觉得怎么地至少不转 转肯定不转 亏嘛 其实也有点亏 对于荣来讲 现在看下时间 已经一分多钟了 闪现CD都好了 外面戒尸 还是个满血状态 第一刀有了 看娃娃这边戒尸有没有放 直接叫闪 娃娃扛了一刀 漂亮 这个娃扛的 然后昆虫这边来卡你 蜘蛛丝不够了 蜘蛛丝不够了 没打到 可以可以可以 蜘蛛丝其实真的不够了 但是昆虫这边没有能卡住这个蜘蛛 他如果能卡一下的话 机械师再往前拉一拉 比如拉到小房那边 可能就有机会能活 还行吧 这个击倒呢 我觉得 看一下密码机是2.6的样子 外面的求生者状态比较好 道具也不少 如果说打不出双岛 其实我觉得穷者是可以保平的 看荣荣的一个残局 现在是荣荣的一个保平真实 过来一刀没打中 再测 那这样的话 蛛丝的一个加速效果是一个 单程蛛丝 这边的话机械师过来帮忙扛伤害 对的 要保证这个佣兵能走 要保证这个佣兵能走 这边蜘蛛的话应该是 想尽办法想去追这个佣兵 漂亮 打的都很好 你看这些穷者 他们的一个思路就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机械师肯定走不掉 所有伤害我机械师来吃 荣荣这边是直接减刑 减环刑以后他可能就不管了 他就顶出去打了 但这边的话 昆虫过来卡一手耳鸣 这昆虫不会还有个搏命吧 我觉得荣荣这边应该是觉得 你们可能不会来救这个机械师了 或者说最多有一个人来卡我耳鸣 吐一口 人救下来 接着扛 昆虫能不能走 这边昆虫是一口倒地的 没有 没有去管这昆虫 那也行吧 这薄命20秒 套上 外面的穷者 这边看能不能补状态 因为这边蜘蛛是十多秒以后有传送机子的话 这边 佣兵这台机子如果传送落地 佣兵这边吃刀压遗产级 蜘蛛还是赢 魔术是这边90的机子 两个人先抢掉 好 给昆虫状态补上 佣兵这边其实要拉开了 佣兵不拉开 就很有可能这边被荣荣压住 当然这个是上帝视角的一个看法 这边佣兵选择跳一个护臂走 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不倒遗产级 不倒遗产级就还有得打 不倒遗产级就还有得打 外面两个人状态都还行 还有那个道具还能打 这边的话 荣应该不会去管这个佣兵吧 他这里的话应该是见谁逮谁打的 现在开始消耗 你不一定说这个局 就一定能把那个 这波佣兵倒地 就能把穷者摁死了 因为佣兵没有倒在遗产级 所以这个局穷者还能打 还能打 这个时候佣兵一定不管 昆虫一定是去补佣兵的遗产级 RUN这边也知道 那这里昆虫 这波昆虫跟魔术师是 有语音交流的吗 因为昆虫第一时间 他并没有 直接来补鸡子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第一时间好像是想往这台 佣兵的遗产级走 但是他走了一半以后 又往远处这台鸡子走过来了 是有语音交流的吗 这波荣融排到昆虫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拿下了 因为排到昆虫以后呢 他这边就属于是压到遗产级了 他就属于压到遗产级了 我就可以再往前面挂一挂啊 优秘状态补上 那外面只能重新起机子 他们现在能修的是哪台机子呢 他们能修的是这台死角的机子 只能修这台机子 但凡他们选择来修 这边的遗产级 一定没 一定没 一定多抓 就他们不修远点的机子 修这边近点的机子 一定多抓 但荣融刚才其实可以挂过来一点 他挂这台机子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昆虫能卡半救下来 还能打 还能打 但是他们在这边打的话呢 即便真的打成一个三人开门战 也是没有任何道具 然后呢 可能有上挂飞 有交自起 这种开门战 打不了的 荣融手里面捏着一个传送 一定多抓 只有是刚才傭兵去修 或者魔术师去修死角的机子 然后这里是什么样呢 找一个地方卡二民 卡死救一波救昆虫 救下来以后 机子估计都不够 还要扛刀 扛完 开门战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开门战呢 他们会留有更多的道具 像现在这种局面 他们打开门战呢 能不能打 可能能打 但是他们没有道具 一定会被消耗的 被无尽的消耗 就你没道具 然后对方手里面有个传送 蜘蛛手里面 可能还压着100点丝 你怎么跟他打 白板 见面就倒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就你想一想 这边可能有交自起的 有上挂飞的 然后呢 人家这边蜘蛛 又有传送 又有蛛丝 三人开门战 怎么跟人家打 不可能打 打不了的 因为他是荣荣 看这边的话 昆虫选择压机子 这机子差的还是有点多 你看他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去修这台机子的 没办法的 当然我以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我们上来就知道什么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是全知识角 所以给出 我给你们的就是一个 我看下来应该是唯一的解法 就当时就只能放弃这边的遗产机 去修那边的新机子 叶八 好的 魔术师还有一个飞轮 佣兵这边的话 叶口倒地 魔术师 他这根针有没有压好啊 这个状态 好像这个状态是打了一刀吧 我还记不清楚 这根针应该没有用了 然后这边已经是布的满瓶都是撕了 这个人要救下来 是不太可能的 直接亮吧 直接亮吧 躲猫猫躲一躲 躲猫猫出奇迹了 要来救一定没 我觉得直接亮可能会更好一点 飞轮 哎呦可以哦 直接亮会好一点我觉得 手里面还有一个传送 看怎么说 敢不敢传 直接传 他知道你亮的机子在哪里的 这边有耳鸣 看见足迹了 哎呦老大 你这真是一点活路不给啊 100点蛛丝 有传送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不能说非常相似吧 只能说一模一样 100点蛛丝 有传送 这个开门战 那三个人也没有